大家好,我今天要為大家講的故事是 智興一觸四 聖曹書法家、畫家、李芙說 學書法必須專心理書法 不能有其他的愛好、分心 這樣才能有成 那個人也曾經聽說過故事後情詩 教弟子專攻兩、三手曲子 這樣才能切入情法草 雖然是小事,但可以遇到 佛在儀教經上說 智興一觸,無事不辦 假如三心惡意,是第一事無神 今天故事帶著整個整理,謝謝大家